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泡新闻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娱乐红帕专员 访问的是咱们的老朋友 京剧大师 台北新剧团团长 编剧导演 李宝春 宝春哥 宝春老师 今天的主题是12月8号 以及12月23号 不止啊 12月8号 12月9号 12月10号 以及12月23号 12月24号 分别在台北和台中 要以演出的刘姥姥和王熙凤 详细的演出资讯 我们稍后会再报告 也请我们的听友们 准备好纸笔 或者是手机输入 我们把演出资讯公布一下 待会儿 宝春老师 刘姥姥和王熙凤 是一出新牌的戏 对 也就根据红楼梦 对 我先跟各位听众 道个好 各位听众 大家好 我又来了 又跟我们这个 这个 大春哥 我们再聊一聊 泡泡 泡泡戏 是吧 是 这出刘姥姥和王熙凤 这个好在啊 一提这俩名字 大家都知道 就不会往水浒那想 是 他就一定是往那个楼里想 往那红楼梦里想 往那园子里想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这个有力的 他没 你必处在哪呢 因为这戏啊 这个故事啊 太深奥了 专家学者也太多了 所以写这种戏啊 跟莎士比亚差不多 那个 你 你 这个 要求啊 准确性啊 嗯 要要特别的 可是 有的时候啊 得了孤情 辅扫义 那 同学家太多了 有的时候 A的 重视的这个讲法 跟B重视的讲法 天差地别 到底还是家传派 还是索引派 那就更 不好说了 所以呢 所以自创一派 想了一个 这个 能够自己解脱的 这么一个 一条路 就叫 红楼印象 嗯 就是告诉您呢 我们是 我这是凭印象 编故事 嗯 您呢 也不要拿着原著 进剧场 这原著什么意思 这就反正呢 咱们就是戏乃戏也 嗯 咱们就是 借着红楼梦呢 这个故事 情节 人物 是 两个典型的 刘姥姥和王熙凤 因为他们有一个直接的 一个交流关系 嗯 而且呢 那又有点最后的反差故事 是 所以呢 就是用这个 因为红楼梦 每一个角色都能写出戏 嗯 今天我们就拿这两人物呢 给他这个编了这么一出 嗯 线头呢 就用他这个故事 这个衔接 当然他这个年代 包括那事件 嗯 嗯 非常复杂 是 非常多 我们呢 就是等于 呃 快入主题 嗯 然后呢 嗯 用那种铺垫型 过渡的比较快 是 就是流老了 一进大官员 嗯 就是二进大官员 是 三进大官员 结束 嗯 用这 把六进六出变成三进 三进三出 嗯 然后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用 这个有的呢 用布景灯光 用人 演员 这个 这个一个 呃 情绪 来把事 这事件 给他说出来 包括 哎呀 这个黄娘 这这这这 假轰了 他死了 嗯 这就是一个事件吗 那个 又死人了 又死人了 那红楼梦里 也许是 幼儿节死了 也许这个死了 就死人 让你觉得 从一个欢乐的场景 嗯 过渡到 呃 快衰败的时候 嗯 然后呢 假设 又又出来了 皇上 又令下来了 嗯 这要出事 哎 抄家了 抄家 嗯 所以呢 快入主题呢 就把呢 我们想 这个这个 呃 讲的故事呢 就讲清楚 也就是说 相对于 刘姥姥 一个偌大的 富贵人家 可是看起来 在一个命运的摆布之下 似乎还 弱不禁风 而且经常会 一吹就倒 不断的会遭受到 各种 各种这个 摧残 因为这个戏 还有一个特点 嗯 就是他没有 人物跟人物的 正面冲突 哦 你包括 王熙凤 没有什么跟勇二姐啊 什么那个 这个正面的冲突 没有 他都是用叙述 用他的唱 用他的说 用他的一种表现 就把这个 这个 前音 给他说出来 然后呢 现象 现在的现象 给他表现出来 嗯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戏呢 还离不开啊 嗯 唱 因为呢 戏曲离不开唱嘛 是 离不开音乐 因为他有唱 所以呢 这他方便 如果戏剧的话 那就麻烦点 嗯 您得说到人家明白 因为我们这个唱 就能把唱词 这些事件就给 哎 带进来 嗯 所以这个唱是一个 重要的 嗯 还有再提 咱这个 刘姥姥 王熙凤 嗯 我 演刘姥姥 其实我压力很大 因为这是我 第一次唱 算跨行当吧 这是 因为刘姥姥是 彩婆子嘛 呃 所以我不能演成 彩婆子 所以 那个 我就 拿捏 这个方面 你不能 滑稽了 嗯 这个 你得有趣 也不能 也不能 不能无趣 对 也不能无趣 不能滑稽 所以这个 要拿捏 怎么 呃 拿捏的 你的 包括你的唱 你如果照彩婆子唱 那不行 嗯 不能单纲啊 对 你如果照 老声唱 老弹唱 也不行 那这不符合 那您就得 稍微拿捏一点 呃 怎么软一点 有些用些 嗯 研派的枪 哎 这个 一些 这个我们 这就等于在 自己的航档之外 去寻求一些技术性的 破解 可是还是要回头来 推动剧情 对对对 因为毕竟 所有的戏吧 我们说这个传统的戏里边 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 都是生跟淡 或者生跟静 生跟生 来这么 搅裹 对 可是 这彩婆子 如何变化生腔 以便和王熙凤 来一个 相等量的分庭抗礼 这个我很好奇 可以 可以先来个几句吗 嗯 可以 你你包括 我简单的唱了 嗯 乡下人 为所天头 把花轮 哎呦呦呦 什么气温 没有 哦 那三脚鸭 五味熊 兔子上树 回翻身老虎 与狗熊 来混配 剩下了一个 一个小虎 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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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说这个签 呃 你你按着 他既不是声 也不是淡 他也不是丑 哎 用了好多淡卷签 啊 这个呃 用老生的 这个旋律啊 是 拿了好多淡卷签 给他裹在一起 只能这么解决 细词也很棒 最后那两句 您看看 老虎跟熊 嗯 昏配之后 生了个小胡思 他不是就让人开心 就是瞎掰了 是吧 是 哎 这里面还保持着 或者说维持着 技巧 幽默感 你得保持着技巧 让人听着 嗯 哎 有技巧 他爱听 如果你没技巧 嗯 嗯 唱着不好听 不舒服 是 那就失败了 咱们还是得把 这故事的原委啊 尤其是这个 涉及到恩情 以及报恩 报情 这个故事 我觉得 稍稍说一说 刚才说 刘姥姥 对我来说 是一个挑战 嗯 其实这个王熙凤 对我们孔悦慈小姐 也是个大挑战 因为他的 行当定型 是大轻衣 嗯 这个戏 您得表演性 非常强 有戏剧张力 有戏剧张力 但是我觉得 他演这个角色 非常合适 他这个岁数 就跟王熙凤一样 嗯 那扮相 又漂亮 只不过 他要演出 那个狠劲 那个泼辣劲 嗯 那是突破一些传统戏曲 轻衣的一种表演方法 嗯 表演程式 是 所以呢 在唱腔上 那他发挥他的嗓子 好嗓子 嗯 所以这个戏 我觉得 从技巧上来说 是我们讲 够一卖 让您感觉 嗯 这票买值了 嗯 不过 这个戏 还可以在 就表演艺术的渊源上 说一说 因为刘姥姥这一戏 虽然说是一个丑婆子 可是如果说 要拿这个行当来去挑战前辈 可以值得说的 包括孙正阳 呃 我从孙正阳老师呢 学了很多东西 因为孙老师的丑啊 嗯 让人感觉是一种 有文化的丑 啊 他不 就我们叫嗖啊 就嗖梗 哎 他是认认真真的 呃 来 诙谐一下 嗯 来有趣味的角色 他不是 我们就讲 呃 台上非常干净 嗯 从化妆到表演 他非常干净 是 哎 这个我觉得角色 也是需要拿捏 他不是滑稽 他是有趣 90年代的时候 我主持一个电视节目 叫谈笑书生 请了当时袁世海 孙正阳 哇 叶绍兰 大概有就是各个行当的这个大陆的名角都到台湾来公演 孙正阳老师在现场表演了一个笑 大家都要表演笑 袁世海笑的是曹操的笑 呃 他非常特别 他收了一下嗓子 才可以放出那个笑来 表示他还有一点书生的矜持 那蒋干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丑 他很入人物 嗯 所以我这些这个从看孙老师从他那吸收了很多 所以用孙老师的技巧再发挥出来成为发明出来的 在融合我本行的一些表现 你包括他的念白 嗯 那他也不是普通 他老有点啊 那种鼻腔啊 他也不是说 呃 哎哟 姑奶奶你说这干什么呀 那没有 哎哟 姑奶奶你说这干什么呀 那他这老有点 好像 呃 那个 那种迎合的 嗯 一种腔调 因为本来 穷人 嗯 到了 富人家 是 那个地位 差那么远 嗯 所以他的说话都很谨慎 是 但是呢 从刘姥姥的性格 这是我分析啊 嗯 他又是一个很开朗的性格 嗯 正像我们农村有些老人家吧 是 他很开朗 他的话呀 嗯 特别多 是 动不动 你说这话 他就接茬 说话就来 有趣味的茬 就 那有些 我加进去 但是 后来我征询了 一些人意见 有些 那种 我们叫 梗的 铺垫 他不懂 你包括 我说 哎呦 我 我全开了眼了 就好比啊 那大货车 压了锣锅 死了也值了 这个 北方人一听就明白 锣锅 他就是 驮背 大货车 给他一压 他死了 可是他 直了 整个身体平了 但是 这句话 我 这说了 我们好多年轻人 不懂 什么叫 锣锅 那就 就不好用了 是 这个也就 牺牲了 牺牲 他不懂 你看 我觉得 我这一说 你这一笑 我找到知音了 锣锅 我知道 是 而且 他这个双关羽 还有 那个死了 也值了 不是值得的值 而已 他原来是 平了 压平了 好 那关于 这个 刘姥姥的 这个 角色 他里面还牵涉到 一个 报恩的 对 牵涉到 这个戏 我觉得 与众 与 以前的 或者 与 书里 原著 有些 大概 不同点在哪呢 我凭 这个 做这个戏的想法 我想呢 觉得 王熙凤 给人意象 就是毒 狠 霸 阴 是 但是 而且他还有一个嫉妒 对 他在这跟贾连 跟二姐 他也是 其实你分析起来 他也是一个女人 他也是一个妈妈 所以 你从 你从 多方面的角度 另外角度呢 这个戏 到最后一场 我把它 体现出 这个 母子分别的 母女分别的时候 作为一个 母爱 他也有 他的心生 他有 他的无奈 其实 他的 就是 爸也好 毒也好 贪也好 他有没有 他自己的 无奈 其实有 你们大官员 就值得花钱 你们有几个 谁 管 这钱从哪来 是 在这一点上呢 我想 突出一下 王熙凤的 那种 也有无奈 也有母爱 是 也有 痛心 疾首的 最后的 母爱 分离 这个 乔姐 也就是 西凤的 王熙凤的 这个孩子 托 不只是后来 托付给 刘姥姥 她的名字 就是乔姐的名字 命名 也是 刘姥姥 而且命名 为什么要找 刘姥姥 这么一个 乡野人 来命名 好像跟冲煞的迷信 也有关系 原著是如此 在我们这戏里头 也处理了这个吧 处理了 这个 当时 得说明 说为什么 王熙凤 在大官员 这么有学问 这么多人 谁起个名 不好听 怎么会看上 刘姥姥 让他起门 他表现着 他唱出来 他说 俗 俗传 说穷人 家起的名 都比较能够辟邪 就是贱 当时是看不起 这些人 所以贱人 他就是 忽然他有这想法 那这个想法 我觉得作者 高明 他就用这个想法 就把跟刘姥姥 这关系 给挂住了 带尽了 那刘姥姥 马上就带着 哎呦 您哪 您让我起门 您是看得起我 不过没错 我们穷人哪 起初的名 就有这点本事 什么邪门 这个歪道 全能 压得住 压得住 您看 什么穷人 农村的 什么发财 什么得喜 得路 反正 这种名字 很普通的名字 用这名字 把这俩人物 给牵起来 他起了这名字 他们的关系 就不一般了 一切从这巧字 而来 这个王熙凤 说好 那叫生干娘吧 那这关系 最后 刘姥姥 知恩图报 是 说您把孩子 交给我吧 有我口吃的 就不会饿着他 往后的是啊 您呢 就包给我 姥姥身上了 这等于有一个铺垫 到后的 也就好表现 刚才提到了孔悦词 您也提到了 王熙凤的性格 好了 那么在唱腔上 他应该有一些 更多的 怎么样去发挥 他个人的特色 并且也能够 掌握王熙凤的性格 对 这个戏呢 可以讲说 有没有心意 其实呢 这个戏啊 从头到尾 都是心意吧 从唱腔 从音乐 唱腔还是 吕玉勇 吕老师 另外那个 音乐 还是钟耀光 钟老师 我们老搭档了 可是那戏词好啊 戏词是谁写的 戏词 哎呀 那 不才是 小老儿 小老儿 瞎掰 瞎掰出来 我刚才 我刚才这么一听 那两段 哎呀 真是好 那那 就是 难就难在 如何 这个词啊 嗯 还别太文 也不能太土 也不能太土 就是 在趣味当中 您得把 这个 几句啊 这个文 这个刚有点文 马上 接事件 是 所以呢 这个也真费了不少劲 嗯 希望大家还能看懂 哎 我刚这么一听就懂啊 我觉得非常 可以说 凭 凭正 既 平易近人 也还有点 有点深意 还说说这个 孔悦词吧 哎 我觉得 悦词在这个戏里 其实 他拿捏的进步很大 嗯 你包括 我们按着一般的念白 说 这狗屁糟糟的事 这没完没了了 其实这句话 我在想的时候 蛮土的 嗯 狗屁糟糟 咱们等于 这个土话 嗯 但是 嗯 我觉得 到这时候 让王岐凤说出来 很合适 为什么呢 钱的他都表现出 端庄的 端庄啊 和这 优雅 至少雅致的 和这狗屁糟糟的 因为他这 还真急了 急了 嗯 然后呢 他又说 说 这个大官员 所有男的 狗屁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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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越是到了发狠劲的时候 他越沉挚 但是到最后那场 他形容母爱的时候 他有一大段的念词 他跟孩子说 孩子 也许你啊 以后找不着 娘的坟在哪 因为他知道 这种结果 你别伤心 娘在远处 为了孩子你 我那赎罪 你就 长大了 别记着 娘的过错 想想娘的好 我觉得这是 一个母亲 最终 也是最大的 一个渴望 就希望 不管我怎么样 在孩子心目中留下就好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娱乐红帕单元 访问的是京剧大师 台北新剧团的团长 编剧 以及导演 崇拜的李宝春老师 宝春老师 我们带来的主题 今天这个是一出新戏 不但刚才 宝春老师说的 不但是从头到尾都是新 而且这新里面 还有一种 特殊的发明 我觉得整合了 传统老戏的根骨 并且让不同行当之间 得到了 比较有创意的发挥 刘姥姥和王熙凤 先报告一下演出资讯 12月8号星期五 晚上七点半 12月9号星期六下午两点半 以及12月10号下午两点半 周末的两天都是下午戏 地点是台北城市舞台 另外在12月8号之后的两个礼拜 12月23号星期六下午两点半 12月24号星期天 也是下午两点半 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 都有演出 一共是五个唱词 购票网站 OpenTix OpenTix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音乐 这个皮黄戏 我传统的皮黄戏 有戏大概都大比 清代以前的事件 和故事居多 清代的戏 大概铁公鸡算是清代的戏 对吧 可是这个 他在音乐上应该会有一些 走出一些新的路 这个戏还有一个 就是关于音乐上的一个 想法一个突破 你包括我这个戏 每一场中间的 有一个半唱 为什么呢 半唱呢 我觉得可以衔接这个时间的过渡 比如说第一次进完了大观音乐 那就是一年以后的再进 那这一年以后的这过程呢 我们就用半唱 用音乐让他们过渡 所以在这个想着半唱的时候呢 也杀费苦心 你全是再找一弹卷 有点一听 到底这是王羡翁唱的 还是谁 那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用了一上次 我们一搭档 叫林姿吟 他是美声法 是 这唱歌的 但是呢 他很会表演 他唱出皮黄呢 您一听 他绝不是梅派 那绝对就是跟这个传统戏的训练的唱出来的不一个味 就是歌 就是歌的味就是歌戏 我就用姿吟的他的特点 来唱这个木坚 我觉得让人能够在不同当中有一种 这个过度的一种感觉 这样也跟王羡凤有区别了 有区别 所以这次呢 就用了姿吟呢 来作为他办一个戏礼 他是薛宝钗 这个过度 他是办说书者 说书者 说书人 说书人 所以用这种形式呢 来弥补这个整个戏的一个时间贯穿 再有呢 王羡凤的唱腔呢 是根据 呃 吕老师 根据唱词 还根据他的 那个 那情绪的感觉 嗯 我觉得包括前头 他很有的激昂 王羡凤 王羡凤啊 他唱起来那种自信 哦 哦 哦 一听后 王羡凤 你们还怎么 到最后那一场 已经时光不同了 嗯 人也不同了 是 整个就反而黄 捏捏的 我 我输了 嗯 那你就感觉 那个气 就不一样 嗯 所以呢 从这个旋律上 那高康的嬉皮 到最后反而黄的 嗯 那低沉的那种感觉 是 让你感觉他的人物的一个变化 刘老了呢 那就是 也是一样 他 我用了一些 包括 很多的 一些淡卷的腔 用我们 声的一种 唱法 对 刚才 也一听了 出来 不过这么一说 就更清楚了 包括 你听着有点 哎 这实际上有点 盐派的味 但是又过渡成淡卷 但是最终回来 呃 他认真的 劝 这个 王熙凤 姑奶奶的时候 嗯 他用了 呃 我们的 呃 二黄三眼 就是 纯老生的 一种 唱法 感觉很成 那时候呢 我的想法 不能让观众再有一种新奇感 哎 这个 挺有意思 不是 要让他感染到观众入戏了 所以我们这唱腔呢 是根据人物的一种心态情绪 哎 你包括 我再哼一句 这个第一次刘姥姥进大官员 嗯 他为什么来 家太穷了 这日子不好过 是 所以 厚着脸皮 来这蹭个亲戚 嗯 所以见了 这个 王熙凤呢 也在初次见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也有面子 嗯 所以在这个犹豫当中 那我们戏曲的城市 就可以用上了 嗯 所以他 那个周瑞家的 说姥姥您有什么话 您快说 那我 我 我说说 嗯 然后就 哼出了 他此时的心情 要讲 不好讲 不知该讲 不该 他不知道该不该讲 光是讲不讲 他在这犹豫 然后呢 他接了 我们等于声行 有点那个柔的唱腔 一眼为吃口 一舌头 一发疼 只怕 只怕这 脸 通 就塞过那 官云场 他就用了弹卷 这全是弹卷的唱 这些圈 是 脸通 红 赛过在官云场 其实那个 赛过官云场 这都哪跟哪 这 这就是 这个太漂亮 老人家的 一个 而且他 他这个在乡下 一定不少看戏 不少看戏 而且运用了他生活里面的知识 表达的就是一个 我脸通红 非常有趣 可是这个 这个腔啊 是怎么琢磨出来的 这个我很好奇 因为这跟创作有关 对 因为呢 我当时想的是 你找弹卷唱 你还得有点特点 而且呢 你得唱出趣味来 别出格 这个戏呢 这个腔啊 其实呢 是 这个 当时说云南 有一个官宿庄老师吧 关注双 他的戏里 有这么一唱情 是弹卷唱 所以我听起来像 一个像地方戏 又像三哥 这就是他够村了 这个人要够村 让你觉得 有精神 是 有气氛 还有一点 我觉得 我要说说呢 就是这个戏呢 这刘姥姥 我开始 我没想到 自己给自己 这个月 到后来啊 嗯 压力越大 嗯 怕没得看 这个戏 就是他变化不够 这个 你这 压不住 就这俩人物啊 别的都没有什么呀 哎呦 我就难了 所以呢 又加上 中间有 刘姥姥跟板儿 齐驴 嗯 哦 好累哦 齐得我上去 不去 一身的汗 然后呢 还有鱼姬舞剑 嗯 为什么会出鱼姬舞剑 他到了 这个 贾宝玉的房子里头 这书里有啊 他就躺下 睡觉了 那咱们 这这没戏找戏啊 嗯 那除了睡觉 还能干嘛呀 就找点茬吧 嗯 他想 呦 这哪来把 保健呢 嗯 我就想起来了 我们村口那 有卖高有的 常拿两把保健那耍 嗯 我还跟他学了 有半年多呢 先铺铁 就是我也耍耍 哎 加上夜深沉的音乐 哦 就 这叫没事找事 没戏找戏 没戏找戏 嗯 稍后便客 马上回来 访问的是李宝春老师 他透露了不少 其实听起来非常宝贵 非常难得的 创作的奥秘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娱乐红帕单元 访问的是我的偶像 李宝春老师 京剧大师 也是台北戏剧团的团长 编剧和导演 方才听宝春老师 这么一说 大概 我们就听有 就可以体会到 一个剧作家 是如何化成出新 并且能够掌握 这戏曲的多方面的要素 特别是当一个角色 既是创新的 也是复杂的 像刘姥姥 王熙凤 尤其是刘姥姥 这个角色 他就更加要负担起 把不同戏曲 或者甚至曲艺里面的 一些精彩的元素 融合在一个 从前没有出现过的人物身上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 你看 刘姥姥 王熙凤 王熙凤 虽然是《红楼梦》里的主要人物 但是相对于贾宝玉和林黛玉 或者史湘芸 什么薛宝钗 他毕竟还是一个 比较次要的人物 刘姥姥就更不要说了 他是个 是个cameo 是一个龙套 但是在这个戏里面 他们俩变成 对 变成两级 那么其他的人物呢 其他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牵线人 周睿家的 周睿家 所以呢 但是我们剧团啊 有点这个扬胜因衰 我们弹准少 这次的金差多 所以呢 包括这个周睿家的 我们请了一个 过去文化大学是我的学生 叫刘世琴 是 后来呢 他就是 嗯 迟迷的喜欢 京剧 啊 所以毕业以后 演了不少戏在外头 啊 条件很好 嗓子也很好 所以这次呢 他是什么行的 呃 轻衣啊 轻衣 弹卷 啊 所以这一次呢 我就问他 你有没有这胆子 他也 性质很高 这次呢 就接下了这个周睿家的啊 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 其实呃 蛮关键的 他必须有那个周睿家的能够查验观色 机灵 机灵 而且有 也有大段的唱 你不唱不行 因为去给刘姥姥报信的就是周睿家 是 所以呢 在这个方面呢 呃 世琴还是表现的蛮到位的 他嗓子也蛮好 这个身段功夫呢 因为平时呢 他演了很多戏 是 所以都都很到位 所以这个角色 在他来说 还是表现的蛮精彩 所以刘世琴也是一个对于京剧有非常强大的热情 非常热情 非常高 而且呢 这正在排着这戏 他还在实践着传统戏 我看过他的录影 那个彭印 也是蛮好的 呃 还有呢 像平尔 是姬柔 于姬柔 于姬柔 哎 唱舞弹呢 现在呢 他嗓子挺好 嗯哼 所以呢 在演些花弹的这个角色呢 蛮得心性手 是 所以他演这个平尔也是非常合适 在《红楼梦》七十几回上 我记得平尔有 还有戏 跟贾连之间有一些戏 这个平尔呢 你看着好像不起眼 其实他起到一个真是佐料的 嗯 这个作用 是 哎 我在研究的时候 我就提醒他 我说 记住你啊 别把自己当一个丫鬟 对了 你可不是丫鬟 你是贾连的 你最后王熙凤走了 你去上了位了 嗯 对吧 你得有点这个 是 所以开始 得端着点 是吧 嗯 这个 他说我能坐着吗 你坐 我说你当然能坐 你能坐呀 你有点性格 嗯 哎 呃 还有呢 一个板儿 啊 板儿呢 是这个 我们小周 周慎行 周慎行 哎 他演的这板儿 其实很好 他还真帮了我一把 好 因为我们这个骑驴啊 嗯 是俩人有很多配合的一些动作 那配合动作呢 他的这个动作上比较功夫强啊 一折腾起来 哎 那整个气氛就起来了 嗯 哎 他又表现的很有那个小孩子的那个那个感觉 所以 所以他自己也要琢磨一些动作出来 对对对 发明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小周 这个让我惊讶了 我说这个我还真是 这就挑对了 嗯 你还帮我一把摆着咱这场戏给他弄热的 嗯 当然别的呢 包括还有甲母 嗯 甲母 这个李兆云 是 那打他手辈有嗓子 能唱 哎 这个是一个增色的一个角 所以这个戏呢 就光凭唱啊 这方面是蛮饱满的 哎 你觉得会挺挺过瘾 是 还有呢 其他的金钗呢 虽然 呃 唱不多 这个表现 不是那么多 每场都有 是 但是他起到一个整个舞台色彩 那 像是史湘云啊 史湘云啊 林黛玉啊 薛宝钗 林黛玉 薛宝钗 刚才就甭说了 他还得有板唱的 还有嗯 甲宝玉 珍珠 虎 还有什么鸳鸯 这这这些 大家都是在一台上 要有色彩 是 所以这些金钗们 还都满努力 满有这个 因为年轻嘛 所以都满称职的 光看这演员的演出表啊 就发现 这不是一个 呃 刘姥姥王熙凤俩人的 单纯的戏 他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庞大庞大 包括这个李龙贤 他演这个 这个假设 我想他演假设 你光念两句 那多取材啊 我给他加了 他把这个情节 用他的嗓子 给唱出来 其实蛮符合 那个情绪 是关于贾府破败 破罗破败 天哪天哪 这个时候后面 是官兵的一个陪衬 嗯 还挺热闹的 是 呃 在这些个分配 角色任务的分配里边 你刚刚也 约莫提到的 就是 演员们都要负担 去撑起某些情节 对 或者某些内在情感的表现 在这些比较次要的角色里面 哪一些是观众可以特别用力去探寻的 我排比一下吧 嗯 比如说呃 刘姥姥王熙凤以后 您听贾母 您唱 啊 贾母哪一段特别重要 他 他这一场 他就一场 两大段 然后他就是 呃 叙述 现在这个 我天天吃这个 我我我腻了 我 哎 铺垫 这个刘姥姥给他带的 那蔬菜 萝卜 豆瓣酱 哎 然后呢 他又觉得 哎呦 这个老亲家 你这个身体这么好 那就感慨一下 哎 这么两大段唱 很过瘾 嗯 李赵云也 李赵云 还有就是周瑞家的 嗯 他的有一段高波子 连跑带唱 哦 就是去报信啊 去找刘姥姥 嗯 还有就是平儿 嗯 从头到尾一直陪着这个 王熙凤 也有唱 哎 所以呢 呃 我觉得从形象表演上呢 在类同当中又有不同 嗯 虽然都是蛋卷 虽然都是贾府的美女们 但是各有表现不同的那点让你能注意 是 哎 其他的你包括贾宝玉甭说了 嗯 林黛玉那种 嗯 年年 他叫病烟烟 对对对 这个戏反正女性比较多 嗯 但是呢 还都不是非常的那么雷同 嗯 我想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 嗯 谈一谈这个报恩这件事情 呃 因为整体的说来 王熙凤是机关算计 但是 除了取名字这些事情 高抬了这个刘姥姥之外 他并没有算计到贾府将来会要到脱估的地步 那么这个内在的呃 情绪的转折 在京剧里面一般来讲 会有一个暗场会交代这个人的心理状态 您是怎么处理 呃 我们京剧有一个反正方便的呢 就是唱 嗯 他可以唱出他的独白 嗯 潜台词 他都可以用唱呢 是 能够表示出来 嗯 嗯 我觉得这个戏 我觉得对于王熙凤跟刘姥姥 衔接的铺垫 这书里这作者是高明得不得了 嗯 他就用给刘姥姥 第一次给了你钱 嗯 哦 刘姥姥就受不了了 我就是想 就是蹭个亲戚 有个照一下 二十两 二十两 我记得 不不不 那他就已经很感动 他可以过一年了 说第二次 但是呢 又得表现出王熙凤 给了你刘姥姥了 嗯 他是自己都说了 我就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他就是 我就怎么会对 嗯 刘姥姥这也就是缘分了 缘分 哎 这很神秘的一个力量 让他 然后呢 他又给了刘姥姥 很多的花 嗯 你都带上 就是逗大家一笑 看你这农村的 其实也就是 没看得起他 嗯 那刘姥姥呢 那是 也是江湖上 照您说的 把您给我的花 全插上了 嗯 您看行吗 大家都 你是拿我开心的 嗯 但是 哎 我还尊重你 哎 不戳破 我也不戳破 我就是讨你们开心 嗯 因为你们开心了 我有力吗 嗯 那逐渐逐渐的 就觉得 这刘姥姥 哎 你真行啊 怎么老祖宗 这么喜欢你啊 你们有缘 嘿呦 我也感觉 我们好像有缘 嗯 那这个呢 在 王熙凤的 这个眼中啊 又一道防线 没了 撤除了 他能让老祖宗开心 那我谢谢你啊 嗯 他一开心 我就好多事 也省了点事啊 那这时候呢 就牵扯到 哎 那你正好 我平时穷人 我接触不到 你给我归你起个名 嗯 这样给他 由名字 顺理成章 顺理成章的 由一个名字 加紧了两个人的 关系 到最后 王熙凤输了 可是 在我眼前呢 只有老了你 嗯 所以这个戏呢 有也许有人会说 不对 这个 呃 刘姥姥 进大关元 王熙凤已经死了 或者 可以接巧儿去的时候 那个王熙凤 不在 不在了 我只能说戏乃戏也 是 因为 有几种 这版本呢 当您的版本 感人 或者动人的时候 他就是对的版本 那还有一版本 版本已经进了窑子了 嗯 对 后来还给救出来了 他给救出来了 但是 如果 王熙凤死了 或者 版本进了窑子了 嗯 那请问 刘姥姥是跟那老宝唱 巧儿了 巧儿了 巧儿进了窑子 那刘姥姥是跟那老宝唱的 还是 那就 巧儿唱 那就没办法 这个 这就 对了 就没戏了 嗯 大家不要忘了 12月8号 9号 还有10号 以及12月23号和12月24号 分别在台北城市舞台 跟台中国家歌剧院 有刘姥姥和王熙凤 晚点 请不吝点赞 Whoa 点赞at 蜜的 感谢观看